受到疫情影响 工程延误了约两年的 三八旺大型综合项目五级坎贝拉 将从今年第三季逐步投入运作 第一阶段启用的设施就包括室内体育馆 小贩中心和花园 来看记者谢欣宁的报道 占地12公顷的五级坎贝拉有多项设施 包括设有44个档口和约800个座位的新熟市中心 三八旺集选区议员走访了五级坎贝拉 了解项目的施工进度 在三八旺镇 我们这里已经很多很多年居民有盼望 就是有一个游泳池 首识中心以及综合诊疗所 这些都是居民所要求的 这整个项目的计划是由居民 他们也是一起分享一起想共一起出来了 位于五级坎贝拉的这个室内体育馆 可容纳12个羽毛球场 三个篮球场和三个排球场 除此之外 在这里也可以举办多达2000人的社区活动 如跳蚤市场或文艺表演 五级坎贝拉也设有综合诊疗所 预计明年年初会投入运作 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 综合诊疗所可以更好地照顾到三八旺居民的医疗需求 其他设施如室内健身房 游泳池和图书馆还未完工 当局将在迟些时候宣布这些设施的启用日期 牛按态 误回答 是